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今天是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 我在上海给大家问好 我们今天要来关注是一个中国国内一个消息 这个是关于中国的制造业 我们知道这一次因为爆发COVID-19新冠疫情 所以很多国家都要向中国来买口罩 生产的医疗物资 包括什么呼吸器、防护服等等 还有应用的N95的这些口罩 那么他们生产不了 或者是短时间之内没这么多的产能 所以就必须依赖从中国进口 这个让很多的国人都觉得 好像欧美好像不行了 对吧应对这样一次公共危机的时候 好像搞不定 那么生产制造业也跟不上 对吧 没有办法快速的布局 快速的生产 好像效率也跟不上 所以呢 让国人的自信心的从这种春节时候 大年30大年初一 那武汉爆发的疫情 那所有人都非常的揪心 对吧 那很快呢 过了两三个月 那全中国的医护人员 政府老百姓一起努力把这个事情搞定 对吧 那基本控制啊 现在还不能说搞定 还不能够这个 这个太太太早去放松警惕 那到这样一个情况呢 那很多人呢 又开始呢 正好欧洲呢 西方美国啊 现在美国非常严重 对吧 那每天死好几千人 那非常的恐怖 那所以的国人呢 又变得呢 非常的什么呀 开始有点膨胀 那自信心呢 开始觉得什么中国的模式 什么抄作业呀 什么啊 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说实话 对于别人有疫情的时候 有痛苦的时候 每天那么多死亡的时候 看到中国的这些 有些这样的声音出来的话 其实挺反感的 对吧 如果咱们设身处理的想一想 那孔子说这个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不对 就是如果是别人这样子呢 坦白想你帮了他 送孔罩 送物资 他会感谢 对吧 那确实也是他所需要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 夹在的那一种 那样一种氛围 有那种感觉呢 会让别的国家呢 会很不舒服啊 那这个呢 是啊 也反映出我们自己呢 好像有一点 是不是有一点自大呢 我觉得也许是啊 也许是有那么一点 特别有些呢 这个呃 有些呢 这种比如说就标题啊 什么什么抄作业 什么怎么着啊 其实其他国家呢 他可能公共卫生 有他的特点 对吧 那也有他的缺点 但是呢 在这种有些方面呢 也是并不是说 好像那么的烂 对吧 那这个呢 还是要有一个 比较清醒的认识的 呃 今天呢 我们想主要聊的呢 是中国的制造业啊 由这个口罩的事情呢 来引发的啊 那那民间的这种热情呢 这种爱国的感觉呢 自然是好的 对吧 但是呢 客观上到底怎么样子啊 那政府呢 我相信要有一个 比较清醒的头脑 比如说呢 我们来引述这个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啊 工信部的部长 那苗宇 那么他呢 最近呢 就谈到这样的事情 他提到呢 这个中国的制造呢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 那么的强大 那么西方的整个 他的这种 他的完整的这种工业体系 也没有衰退到 好像要依赖于中国 才能够怎么样 没有到这种程度 对吧 那中国的制造业呢 还没有升起 那最早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国呢 喊出来叫什么呀 中国制造2025 对吧 那么希望呢 中国制造从低端制造业呢 通过一些年的努力 那么到2025年呢 能够实现中国制造 智慧的制 对吧 那通过智能制造 对吧 AI 工业互联网等等的 能够做到产业升级 那也减少呢 对于人工这种 劳动力的依赖 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很多个方面 那基本上呢 像上海 他引入这个特斯拉的生产线 也给了非常多的这种优惠 措施 对吧 那么他的目的呢 其实讲白了 就是呢 希望这种高端的制造业呢 能够被引到 引入到中国来 那么能够带动相关的产业呢 都能够得到发展 但是现在的这个制造业者呢 这个因为中国的现在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 但是制造业者呢 有些呢 已经开始撤离 那这像这个服务业转型的这种口号当中呢 工业和信心化部的这个部长呢 提到工信部呢 其实我我跟工信部还是有一点点 谈不上什么渊源啊 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我当时在北京读研的时候呢 我的导师呢 就是工信部的一个 一个这个他是这个司长啊 那么 那因为他以前呢 是北京那个研究院的院长啊 那算是这个科技官员吧 那我呢 读硕士呢 就是就是就在他的名下吧 那就做读硕士 所以呢 有的时候去去比如说那个毕业报告呀 或者是或者是年中年 反正反正总归会有一些机会呢 需要导师老师签字 那就会约老师 然后呢 去工信部 然后呢 老师的办公室 那他给我们这个签字 然后呢 当然他会也会给我们这个讲一讲啊 学习啊 关心一下吧 那平时的时候日常呢 因为读硕士呢 是需要写科研论文的 那日常的呢 我们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呢 还有很多的这种博士后呀 流动站呀 反正就是你有一些老师 也是一些老师 那会具体的制造我的这种 这种这个学习工作吧 学习的事情吧 应该这么说 那现在的这个工信部部长呢 他站出来呢 说了这样一些话啊 就是在这个 中国制造2025 进行全面的解读的时候呢 他提出 就是呢 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啊 那中国呢 现在还处在第三级梯队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全球的制造业分成四类的话 那第一类当然是最先进 最高科技的 对吧 技术可能最高的 那第二类第三类啊 那么第四类 那中国呢 处在第三类 所以说中国离最顶尖的 全球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顶尖呢 其实还有挺远的距离啊 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必须要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啊 呃 并且呢 这样这样一种呃 中国处在第三梯队的这样一种格局呢 在短时间之内非常难的去改变啊 因为你在进步 别人也在进步 对吧 你有人才 别的国家大学也是也很厉害 对不对 那想成为制造业的强国 那么根据这个苗宇的说法呢 至少还需要再努力三十年啊 那作为主管制造业的工信部部长 也是中央的一个大员啊 工信部是一个大部啊 你说这个 分门别类 这个各行各业 对吧 工信部呢 管得很多的啊 那苗宇的观点呢 基本上代表了国家的一个清醒的运势啊 苗宇说呢 全球的制造业已经基本形成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四个梯队的发展格局 那第一个梯队呢 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 那第二个梯队呢 是高端制造领域 包括像这个欧盟 日本啊 那第三梯队呢 是中低端的制造领域 那主要是一些新兴的国家 那就是相当于这个 这个中国呀 像第四梯队呢 主要是资源输出型的 包括像这种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 那非洲拉美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那在中国经济的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 现在这个时候呢 许多国家 许多人呢 在为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 第二大产业而欢呼 甚至认为中国可以逾越工业化发展阶段 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 那关于这样一个一种声音 苗宇他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不管从历史的经验 还是从现实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那都这样一种看法和观点呢 都脱离实际啊 就是不太现实啊 基本上还是需要扎扎实实的 来把这个啊 这个制造业做转型升级 把它做好啊 因为你现在的问题是我 我前段时间刚刚开车到那个 从上海到义乌啊 也就前几天到义乌的这个啊 一个工厂去看啊 那基本上呢 因为我们有些产品在那边做 其实坦白讲啊 像中国的长三角啊 珠三角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企业 那以前呢 可能是家庭的小作坊 对吧 那都是家族式的啊 反正请一些工人 二三十个人呀 买一些简单的医疗 这个简单的这个设备 然后呢就开始进行生产 对吧 那这个生产的过程中 基本上非常依赖人力啊 他的科技水平 科技含量呢 其实没那么的高 那这在这样 因为一家工厂是这样 因为中国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劳动力 也有非常多的 做生意的人 就是说开小工厂的人 所以千千万万的 这样的小工厂呢 他们会注重了整体的 中国的制造业的什么出口呀 对吧 每年的像轻工业产品 从服饰鞋帽 到这种什么家具用品 打火机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基本上呢 中国供货的量非常大 所以呢 感觉上 中国在给世界工厂 在做全世界所需要的商品 但是你如果回过头来呢 这是一种规模效应 但是量大并不代表量金 对吧 那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客观的 公正的来看的和认定 否则的话呢 很可能是什么呀 就变成了盲目自大 对吧 不行 那有些不行的地方就是不行 当然了 中国制造业有没有好的 显然有好的 对吧 比如说中国在IT产业方面 像这种 像这种 华为 他的这个生产的 电信设备 那这个显然是很好 对不对 卖到全世界 大家都很喜欢 而且呢 这个价格物美 对吧 再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比亚迪 那可能做的也不错 对吧 比亚迪的电池呀 各方面的 对吧 那 但是呢 这样的产业呢 毕竟还是少的 比如说 在材料 在很多的这个高端装备 高端设备 他的这方面面的创新 中国能够站到世界顶尖科技的 这个创新上面 创新方面能够走到名列前茅的 如果是360行的话 中国恐怕连60行都没有 对吧 那当然我也没有统计数据啊 那我记得之前 那个美国打华为的时候 就是打芯片的时候呢 那华为的这个芯片的负责人 海思的负责人就提到了 他又列举了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企业 全世界最最厉害的企业呢 那么很多都是在美国 或者欧美国 或者日本 对吧 那中国呢 只是少数的 真的是少数的 能够站在世界的前列区 所以说我们如果看这种 全球的科技实力的排名的话 那中国实际上还是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需要去进步的 比如说 移民美国 那美国到现在为止呢 美国的大学 汇集了全球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中国其实是 分毛铃铛 很小 很少 那么在全球最顶尖的 二十所大学当中呢 按照科学贡献度的计算 美国占了十七次 这个清华大学 大概排在 六百名左右 就是说 按照科学度来 共算 科学贡献度来计算 那么从麻省理工 到加州理工 那美国培养了 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 和最顶尖的科学家 全球十大科技顶尖公司 美国占据了八甲 英特尔向全世界提供芯片 微软公司和甲骨文公司 占据了软件行业的基础市场 从百度到腾讯 到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 都在使用甲骨文提供的数据库 对吧 和软件技术 底层的服务 那美国拥有全球 最顶尖的实验室 在军工领域 在航空航天领域 在医学技术工程领域 在信息科学领域 美国以无可匹敌的实力 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 占据世界之首 假如说这个美国可以 他可以创新 比如说像这种 这个Tesla 对吧 那这个Elon Musk 那么他生产的这种 对吧 什么叫什么链式卫星 还是什么 就是很多很有创新性的 一些做法 一些东西 还有火箭回收技术 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美国 他制造业强大的一种体现 那在规模上 他可能 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 从不同的维度来看 那第二名 那是英国 对吧 英国呢 就是 他呢 这个 我们看到的现在 很多都是日本呀 德国的设备 他很少人呢 关心 那么这些设备的 最核心的部分 比如说芯片 那英国有家公司 叫Arm公司 ARM 对吧 Arm公司设计的芯片呢 就很厉害 那Arm呢 他设计的芯片呢 是他的芯片的基础 就是比如说 华为公司他通过Arm公司的 什么什么 买一种型号的 这个版本的芯片的指令集 来做这个芯片的设计 对吧 那芯片呢 他的总部呢 是在建桥 那可以说是 Arm公司呢 是英国科技上的 宝宝上最宝贵的 这个宝石 那诺奖 诺奖获得人数 那英国呢 也是仅次于美国 位居世界第二位 在全世界最好的 200所大学当中呢 美国占据75所 英国占据32所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尽管英国呢 在工业规模上 我们刚刚所说的规模上呢 有所衰退 但是他依然是全世界 顶尖的航空发动机企业 那么在钢铁 制药 生物一种 航天科技 机械 微电子 军工 环境科学等很多方面 都处在世界一流之列 由于英国呢 他这个拥有世界上 这个非常多的 这个非常好的大学 那英国依然保持 依然能够保持着 世界第二的科学技术 对世界科技贡献呢 也是非常大的 那除了刚才说的 美国日本之外呢 像美国和英国之外呢 像日本 对吧 他的这个基础的 什么传感器呀 各种各样的电子容器件呀 像华为需要从日本 也是要买很多的 这些容器件 供应用 日本他这些年经济呢 像汽车呀 各方面 被美国呢 打得比较厉害 对吧 那么当年的日本的半导体 就很厉害 那被美国的广草协议把它打下去 打下去之后呢 但是在尖端的像机器人呀 材料科学呀 那日本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啊 那第四名呢 比如说像法国 法国的话 那也是很很厉害的 这个商学院呀 工程学院呀 典型的精英教育 法国是精英教育啊 法国也拥有50多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10多位的菲尔茨奖获得者 那这个呢 就是说法国 那我们都知道 还有什么呀 德国的机械 对吧 德国机械很有名 很多人都知道 大家一提到德国 就说德国的机床 德国的精密机械很厉害 对吧 德国人一丝不苟 对吧 精密就是非常做事情 非常精细 对吧 那德国到现在 也是有70多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所以这些呢 都反映出呢 这个欧美国家呢 或者是亚洲的日本呢 都他们呢 在这个科研上面呢 都有很多值得中国大陆 学习的地方 那所以说 我要看到别人的这些优点 但是从规模上来讲呢 的确 中国的规模的 这个世界工厂规模的 比较大 那中国的工业呢 不能一直是靠低端 对吧 因为老百姓的工资要上涨呀 那么你工资上涨之后呢 那老百姓的这些务工人员的 他们就不能够 对吧 你的这个劳动力成本 就优势就没有了呀 那没有以后怎么办呀 那这些工厂就要搬到东南亚呀 搬到非洲呀 对不对 搬到印度去呀 那你中国的这个不就真空了吗 就是你的高端的没有起来 低端的又搬走了 那你这个老百姓的 这个工资上涨了 就怎么样呀 就是中等 中等收入陷阱了呀 那工厂一搬走 新的没有起来 你就没有就业机会 那这些老百姓找工作就困难 找工作困难的话呢 那你的收入减少 收入减少的话呢 那你怎么办呀 你的这个消费就减少 消费减少呢 整个国家经济呢 也就跟着这个内需也就起不来 内需起不来 那整个呢就没有办法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工业4.0呢 是中国必须迈进去的一步啊 也是中国的这种工业制造上的一种梦想啊 当然这种梦想 其实在德国 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呢 他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种工业化的时代啊 那这个点的话 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刚才讲的这些国家啊 那我们再看啊 像比如说排名来说呢 从第6名到第19名 那分别是什么呀 像芬兰 以色列 瑞典 制药 瑞士 制药都很厉害啊 意大利 加拿大 荷兰 丹麦 对吧 那荷兰大家都知道光刻机 然后呢 瑞士 澳大利亚 挪威 比利时 俄罗斯 新加坡 韩国啊 这些的都有他的制造业业上面的一些优势 即使在新加坡 他不只是呢 拥有和香港一样的这个金融和这种贸易中心的地位 事实上呢 新加坡在科技和工业上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在几个月前的节目里面呢 就是专门的讲过 新加坡在这个生物质量 在这种这个芯片半导体上面 实际上他是有很强的这个制造业能力的 大家不要以为新加坡只是一个旅游和金融的一个城市 他有很强的制造业能力啊 像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是世界前30名的大学 新加坡制造业呢 主要是四大支柱 石化 电子 机械制造 生物 生物医药 那世界三大炼油中心和石化中心 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自身式石油钻井平台的制造国 从模片布局上来看呢 新加坡比香港的眼光要高远的很多 那香港呢 搞房地产 所以呢 搞的呢 就是除了房地产服务业 金融业以外呢 其他的实业通通都丢掉了 所以呢 后进不足 那工信部的部长苗宇还说呢 在科技实力的五个级别里面 第一级的核心 当然是美国 像第二级的发达国家 是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第三级呢 就是登堂入室的国家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芬兰 意大利 以色列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挪威 那韩国 这些呢 中等发达国家 那第四级呢 在大门口呢 是中国 印度 墨西哥 南非 这些呢 发展的国家 那第五级就是比较落后的 这个贫穷的国家呢 在这个 在这里面 那中国制造业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这个工业部的部长 苗宇他说 在全球制造业的四个梯队当中 中国还处在第三梯队 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之内 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 要成为制造业的强国 至少还要三十年 努力三十年 三十年的时间 要想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强国 其实呢 也不成 那我们现在的国人 就是成天 非常开心 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是制造业 怎么样怎么样 实时 就是说 实时求是的说呢 其实还是有挺大的距离的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对吧 那我只想说呢 这个 我们作为中国呢 这个 既不妄自菲薄 也不说自己 好像多差多差多差 对吧 那我们也是有些优势 只是说呢 还有我们 离我们理想中的 这个目标呢 还很远 还很远 那我们的这个万里长针呢 对吧 走第一步 我们还是有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那我们呢 也不要盲目的自大 就不要妄自菲薄 也不要盲目的自大 那脚踏实地的做好基本功 才是现在呢 最该有的这种状态 那这个呢 我觉得 因为我看到中国的工信部的部长 他的这些发言呢 坦白讲 我是呢 我是其实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呢 蛮好的你知道吧 因为因为不要整天就是啊 我厉害了我的国对吧 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 就这也不行呢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的就还是有很多方面需要进步的 你别自满自大对吧 你交绳落后对吧 你不能这个时候好像就觉得牛逼哄哄的 人们一天对吧 这个也是不行啊 当然了 我说的不行 并不意味着好像我们就唯唯弄诺的对吧 好像这个好像就不行啊 就也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呢 就客观理性的来看待 所以我觉得呢 中中央的部级官员呢 讲到这样的话 我觉得非常清醒啊 这个呢也代表中央的政府呢 这个和台湾政府有很大的区别 对吧 台湾呢就是1450说什么呢 政府就怎么干对吧 那这个中国的政府呢 最起码呢 还要保持自己的理性啊 我觉得这个呢非常重要啊 OK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